豆磊女神艾莎出席春季美容保养展 更化身成为一日店长替品牌站台 现场也分享如何使用产品保养肌肤 有大批粉丝前来 气氛超级热闹 相应状况交给记者陈纯真 哈喽 这部观众 今年的春季美容保养展将一年四天 在台北的世贸一馆展开 那豆磊女神艺人艾莎呢 也特别的出席替高雄社会的品牌站台 化身一日店长分享保养秘诀 那当下呢 更邀请粉丝上台 敷面膜体验品牌产品一起合照 气氛超级热闹再也听一段现场访问 看到艾莎的一些经历 然后发现她真的是一个很有故事 很真实的一个女性 所以就是经过各路神明 认证的 谢谢艾莎 没有 是因为本身产品本身非常的好 那如果你真的会觉得皮肤比较累 那你就把敷面膜要 那本来是早上或是季節晚上 你就加强 早晚都要做 那保湿的部分你觉得 好像有一点累了 你就多加强 好 那是可以看到啊 现场众多品牌齐聚一堂 就是要民众逛好逛满 尤其又适逢假日 人潮满满哦 那么这来自高雄的品牌呢 也出其招介绍精华液 保湿喷雾等产品 那么从现场呢 就可以感受到不少粉丝 来到现场就扫货 而且还能和偶像近距离接触 不止惊喜还相当开心 收获满满 以上为了讲完消息 先镜头战宝内